中医对肝胆结石形成的内阴和外阴的一些看法和观念 内阴的一个主要与先天禀赋不足有关 这个先天禀赋呢 我们说有的是人说这个遗传 很多患者来看病的时候 说我这个家里面爸爸妈妈有胆结石 我现在也是有胆结石 这就是一些先天的因素 那么这些先天的因素呢 主要还是与肝胆的气质血淤有关 造成了胆汁的长期的淤积流通不畅 这个是肝胆结石形成的一个内阴 另外我们说脾胃虚弱 脾湿 脾乳运化水湿 湿血运化不出去 淤积于肝胆 我们实际上说肝胆失恶 是胆结石一个常见的症状 也会引起胆结石的形成 所以说肝的酥泻 脾胃的这个运化 这两个功能失常都会导致结石 它的产生 这是主要的内阴 那么肝胆结石形成的外阴呢 有几方面 第一个呢饮食不节 经常我们看到很多人吃油腻的 吃这个烧烤 又喝又抽烟又喝酒的 这些人呢 经常会有这个胆质淤积 肝胆愈热 这都为胆结石形成 创造的一些有力的条件 回虫胜扰 现在不多见 以前呢有很多回虫性的胆结石 就是从卵呢 或回虫的片段呢 在这个胆囊里面 慢慢凝结成这个 跟胆汁凝结在一起 形成这个这种结石 第三个呢 就是情质不调 外界的刺激 我们说这个 喜怒忧思悲恐惊 这个是我们这个常见的气情 外界的刺激呢 尤其是 我们说这个 容易发脾气的人 他的肝胆肌 气肌运行不畅 肝胆肌 气肌瘀 不能够吹动 不能够出泻胆汁 胆汁呢 不能正常的分泌 长期瘀疾 也是胆肌 是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 再有一个 我们说外感的风寒 鼠湿造火 溜吟 这个是致病的一个邪气 外感的主要湿热 比较多一些 我们说 长期于酒湿 湿热 运化不出去 组织了这个胆汁的分泌 胆汁的流通不畅 也是胆肌石 形成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 那么综上所处 胆肌石形成 内因在于肝胆的疏泻 在于脾胃 运化 外因呢 在于我们说 这个饮食 情脂 在于一个 这个湿热 这些 一些外在环境 对我们的这个影响 知道了肝胆结石的 这个形成的原因 我们尽量去 避免这些内因和外因 预防 结石的发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